早上起来先去吃早餐 酒店里含的双枣 看看这早餐怎么样 哎呀下着小雨呢 酒店里有伞 昨天兵哥说如果我们家能打理成这样就好了 得要多少钱呢 秋天来了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这种环境 很期待他这里的早餐有多好 我感觉应该很不错的 因为昨天看到很多那种空城人员在这里住 说明他的隔音性很好 好多人呢 我就知道这里的早餐肯定不会差的 品种很多 我这是西红柿鸡蛋面 咋样 可以 他的箱子超级大 介绍我大女儿了 现在我们第一站是哪里 康定吗 愉快的旅程开始了 不要我了 看看我女儿买的地图 攻略做得很好 然后好多年没看到这种地图了 就以前在广州的时候 最早来广州打工的时候 火车站很多人卖地图的 后面再也没看到过 刚好中午的12点半 我们到了天全服务区 请保持左侧行驶 请延仰夜高速继续行驶92公里 据说这里还是 川藏县的网红打卡点 去看看啊 前方的一环路段 这打开车门就感觉神清气爽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网红打卡的服务区 跟我们以前看到的服务区有什么不同 目前看到的人是比较多的啊 车也比较多 现在这个季节 像我们一样错峰出行的人 还是很多的呢 哇那里还有很大 等一下去那边看一下 到处是318此生币价 哇那里还有北极熊呢 挺大的一个服务区啊 走去找吃的去 这都是成都的特色 哇它这个里面吃的真的很多啊 还有卖这个 这是装备的衣服的 哇看东西 这里面是帐篷吗 看的蛮有意思的 去看一下 哇这里还有很多人 这搞的好有意思呀 这应该是我们看到过的 最有意思的一个服务区了 那个帐篷天幕搭的很漂亮 对你看到处是天幕 还有猫子咖啡肯德基 哇人是真多啊 看到这里有 吃蒸菜和米饭的 来这里看一下 蒸菜馆 三个菜两碗米饭77块钱 其实跟吃那个自助餐差不多的价位 对吧还贵一点了 自助餐只要70块 我感觉它这个菜应该味道好一点吧 看起来是这样的啊 进入二郎山隧道 全长13.4公里 请开车灯 前方注意横峰 如定条啊 请沿洋夜高速继续行驶35公里 马上到康定了 感觉出了隧道之后 这里的山啊 景观啊都不一样了 前方600米 有违章拍照 坐在车里有点冷了 温度也下降了 我们已经到了应该 前方在红绿灯路口靠左直行 在康定找了一个非常有缘的民宿啊 上市的 老板是当地人 非常好 帮我们拿雨伞 拿行李 不行这海拔太高了 有3000了应该 四楼 老板一直把行李给我们拎上去 谢谢老板 好的 先喘口气 先喘口气 给你看看这个标间 真的很漂亮 我认为真的很好 满意吧 然后景观也很好 两面窗户 那也是个金刚寺 就是缺氧严重 一直在大口喘气 然后他洗手间也很宽敞 还有热水啊暖气都有的 暖气在那里 可以 老板特意说了可以开 冰哥嘛就一个人住一个单间 特别享受 四楼这里是个餐厅公用的位置 老板说可以在这里吃饭的 你看冰哥就来这里喝起茶 喝起瓜子了 这环境欣赏的美不美 再给你们看一下三楼的客厅 刚刚老板说了也是可以公用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玩呢喝茶呀 非常有特色的 葬式的 这个认识不 这种我们在电视里老是看到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个 哇这种小茶桌也好可爱呀 然后设计的真的非常好 特别是背面那里啊 我们到后面去看一下去 这打造的很温馨 哦 这是哎你好 我想来这里看一下 没关系 哦这个大叔是北京来的那个 对对对 你是在住在这儿的啊 住在这儿啊 可以在这里做饭的 可以做饭的 您是自己买菜的 对自己买菜买菜 方便啊 这民宿就是方便 然后我就看他这个民宿做的很有意思 挺好的 挺好的啊 好的我来看一下 他这个就很有特色了哈 就他当地的这种 全部是 你看他所有的这种沙发呀 弄得挺漂亮的 然后我们又见识了不一样的东西 这上面的 不知道都是不是铜的 如果是铜的那可值钱了 打扰了 没关系 你们住在哪儿啊 我们住在四楼 哦住四楼 对 我再去看一下去 这种应该是糖卡吧 色彩反正很好看 老板 我感觉你这里搞得太有意思了 嗯 你这里搞得太有意思了 嗯 太漂亮了 嗯 谢谢 哎你那个 自己的地方啊 全部是自己的 你就是本村人 嗯 什么时候搞起来的 这里 装修全部是七年前搞的 装修全部是七年前搞的 装修和 三年前 还这么新很漂亮哦 好 效益怎么样 可以可以 你这个房子建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装修建房子310多 310多万 装修 你这个家具 所有的家具 你的家具用的很漂亮 我看了 你三楼的家具很漂亮 嗯 那家具贵不贵 三楼的那些 也不贵 也不贵 几万块很漂亮 很有特色 就是你们当地的特色 藏族的特色啊 对 哎 您后面这些是铜的吗 铜的 全是铜的 嗯 您上面摆的也是铜的 嗯 还在后面 贵啊 我这是一个枝构的还有 我当时没往他的要还出来 结业证书 嗯 您是做什么的 这个 哦哦 那个呀 嗯 厉害了全是铜的 你看到的 我 三百一十多万 您这是四层 四层 四层 一年收益怎么样 可以吧 可以 有没有四十万 差不多 差不多 哎那不错呢 很好啊 好生意老板啊 不行哎 我忘记看海拔多高了 他不能从一楼直接爬上来 中间要歇一下 头会晕 虽然下着雨 但我们还是要出来逛一逛 现在温度大概是五六度吧 挺冷的 你看我们云服啊棉袄啊全部穿上了 溜溜沉 好漂亮啊 玫瑰花 底下就是玻璃桥 宽流的河水有点啪走上去 我们现在 到了康定的市中心了 这里的鲜花是真的 哇 他晚上亮起灯应该很漂亮的 你看底下的水好激 哇 他在中间是一条河穿过 然后两边沿着河建的房子 所以这个市非常拥挤 停车不好停 往前走呀 往前走呀 我好怕呀 听到水声了吗 就知道这个水流有多急了 在山上彩绘的挺好看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 应该是当地的信仰吧 具体都讲不出来 来康定吃个 毛牛汤锅 叫什么 毛牛军汤锅呀 里面有牛肉和牛腩 牛杂 牛杂 这个汤锅是168小份的 我们额外有点了一些蔬菜和牛百叶 我感觉他这个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对于冰哥来讲是比较友善的 清汤 他吃火锅最怕麻辣的 什么什么火的火锅那个 就想把这个麻辣 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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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今天中午在高速上吃那个 吃了一口麻辣 然后受不了了 你看这个清汤的 等下汤也可以喝 很鲜呀 早上8点40 我们向着下一站出发 谢谢老板 一直送到车上 好谢谢 拜拜 这是个民宿老板 又是个半个导游 一直在告诉我们怎么走 去哪玩比较好 很热情的老板